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農物中樱花已在山头绽放 在雾气中藏不住的是 吊挂在枝头上桃红色的八重樱 三峡竹轮路的樱花园 现在八重樱正盛开 要赏樱的民众可趁天气好时来此赏樱 而秘境的所在地 就在三峡竹轮路往雄空茶园 109线到7.5公里处的地方 从甲109也是现在的竹轮路 主要的杠道 来到这里7公里左右 往右边走 一个插路往右边 最好是骑摩托车 因为这里地方不大不好停车 三峡竹轮路樱花园地主为樱花农 农地上许多都是十几年的老樱花树 树木强壮 也因未处三峡山区海拔约500公尺 不受暖冬影响 每年樱花季 十万多株的各式品种樱花 从农历12月开始就陆续绽放 三峡竹轮里里长张伯勇表示 因为虫害花开较去年少五成 再过十天 樱花园的富士樱将开得更茂盛 下一波的樱花主角是白中带粉的墨染吉野樱 将陆续开到四月中旬 欢迎大家前往赏樱 因为现在八重樱一些樱花 有去年的床害 所以比较 今年比较没有盛开 富士樱 差不多在十天左右 正好会再开 还有墨染吉野樱 差不多在一个月 差不多三四月 这里有十几种的花 会慢慢的盛开 三峡竹轮路樱花园不受暖冬影响 樱花花旗不厚颜 只是春天山中天气多变化 雨天路面泥泞 民众前往赏阴时 可要注意天气预报 输卫天空新闻在下报导 输卫天空新闻在下报导